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3月30日 这是今天上传的第二个海外企探节目 来谈谈口罩 我们知道现在口罩成了吸血物资 非常受到海内外的消费者的欢迎 有句话讲得非常好 一照难求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吸血冠状病毒 正在全世界各地泛滥成灾 先是从武汉蔓延到湖北 然后全国 然后呢全世界 特别是这一两天 在美国 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在意大利 在西班牙等在欧洲 都是很多人丧失了生命 所以说为了防备这个病毒传染 很多人都戴上了口罩 这是令人遗憾的 其实不戴口罩在大街上行走 那是最好的 人们可以 这个非常直观的 非常 这个形象的看到人就面部表情啊 英容笑貌 但是你戴了口罩以后 只露两个眼睛 确实别灵了 但没有办法 本人不太喜欢戴口罩 但有的时候偶尔到超市买菜买东西 不得不戴口罩 这时就感觉成了感觉 这个口罩的重要性感 以前没有准备啊 后来买口罩就买不到了 这个讲起来非常有趣啊 本人比较喜欢钓鱼啊 经常到这个米湖上面和朋友去钓鱼 由于在湖上这个乘船的时候 划船的时候啊 这个太阳光的这个照射太厉 反映到这个湖面再折射到脸上 到了晚上回来 那这是灰头土脸的 非常难看 这个所以说当时就买了一些 十几个口罩 只用那么一两个了 后来就丢在仓库里面了 但前几天到超市去要找口罩 我忽然间想起 好像有一点 在外面买不到 回来找了半天 在这个仓库里啊 一个角落里找到了 正在这沉睡的十几个口罩 那当时的心情就是万乎确定 非常高兴 就可见这个口罩的重要性啊 那当然 这个本人之所以制作这个节目 就是因为昨天晚上 这个收看了这个郭文贵啊 发表了这个视频节目 他讲到什么呢 讲到了他这个团队啊 这个追随他的这个王燕平等 这些同事们 到着曼哈顿 这个大街上啊 一些这个公司啊 主要是到这个警察局 以这个法治基金这个名义啊 去捐赠口罩 还有一些图片 还有一些这个收据的 这个 这个一些情况啊 那么证明呢 就说 郭文贵在这个问题上 还是我认为 还是做了些大好事啊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 人们都深具简出啊 有些国家和城市啊 都已经这个强制隔离啊 那么在美国 你不可能像中共那种 集权统治啊 采取那种 这个侵犯人权的一种办法 逼迫老百姓 在家待着啊 也要只是从这个 政府这个角度来讲 提倡在家里啊 尽量不要出门啊 免于遭受这个 新型冠冻病毒的攻击啊 所以说过去车随马龙啊 就非常热闹的马哈顿啊 已经于经已私 门停冷落了 路上行人很少啊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一些女孩子啊 能够说 这个戴着这些口罩 一想想就送给这些警察等 需要的人士 而且都是免费捐赠的啊 我认为 这个精神特别可贵啊 当然我并不是说 这个郭文贵 这个视频当中 经常发表一些演讲啊 讲的所有的观点 我都赞成 未必是这样啊 本人曾经在以前的节目当中 批评过他的很多观点 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持这种态度 就是我认为 有些好的要肯定 有些不好的要批评 至于他听不听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他到曼哈顿这个举动 这个是我想起的 就是在这个几年前啊 我记不清是哪一年了 发生的 就是余智杰 1989年 有三个像毛泽东 这个头像画像 在天安门广场丢鸡蛋的 勇敢的年轻人 其中有一个叫余智杰过世 当时他的太太在网上发布消息 经济比较困难 安葬费啊 这个捉紧见着 在这种情况下 郭文贵一下子慷慨捐赠了5000美金 这是被余智杰的太太披露 是有证据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郭文贵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 在这些事情上 我认为还是比较慷慨 特别在现在这个危难的时刻 这个很有精神品格 这王彦平 这个到万哈顿去送口罩 送了很多 这个而且 这个公安啊 等等 这些警察们啊 收到这口罩 还有些收据啊 有些回信回函等等啊 非常非常的感动人啊 那么作为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 你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不管他现在是什么官邸 就讲这件事 本身来讲 我想一定是会 这个受到啊 这个 所有人的 这个赞美啊 刚才我讲到了吧 一罩难求啊 买都买不到 你想 这是救命的口罩 这时候 无私的奉行给别人啊 这个精神 这种行为啊 用什么语言 形容赞美 都不过分啊 所以我看了以后 还是非常非常感动啊 我就想起了前几天 看到另一条新闻 这篇新闻刊登在 捷克的一个报纸上 在3月27日 报道什么呢 报道呢 就说 某某某啊 一个华裔的 这么一个所谓的当地的侨领 还建立了一个什么同乡会 又是一个会长 挂了很多啊 这些冠冕堂皇的头衔啊 却呢 这个倒霉这些口罩等等啊 被政府没收了68万个口罩 质量还有问题啊 这个 两万八千个呼吸器啊 估计可能有的产品还是合格的 这是什么呢 在这个属于高价倒霉啊 违背着当地的法令啊 法律啊 那么其中媒体报道说 这些物品的箱子上还贴着 中国和意大利加油这样子言啊 说不定还是这个旧言物词啊 都很难讲了 倒来倒去的 因为这些人呢 往往都是身上挂了好多头衔 又是什么中文报纸的这个社长 又是什么乔领 又是什么统一会的会长啊 一大堆啊 然后在这个中国大陆和这个海外啊 欧洲跑来跑去啊 这个到处骗他 这边骗那边骗他 然后趁机发过难财 这是非常灵人这个厌恶的啊 这种新闻在网络上 被人看到以后 感到这个有一些这个华裔啊 一些做生意的人啊 只要能赚钱 什么都能干 一切向前看啊 不择任何手段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顾虑啊 所以看了以后 使人心里 这个非常非常的啊 这个恶心啊 另一条消息是说 荷兰政府啊 招回了60万只假口罩 这个口罩是从什么 中国进来的 他说100万多只啊 130万只啊 这个陆续的配方 而且是什么呢 K什么IN95啊 KN95 我不太懂啊 这些技术术语啊 这些口罩都是用于什么呢 用于这个防疫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啊 事关人们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事关重大 他竟然也造假 真是这个 用什么语言能够 这个形容我 赠过我的心情 那么其中还讲到什么 还有一些 这个叫快速 检测这个试剂 这个也造假 80%就不合格啊 说是他测试出来 30%才合格 说西班牙也买了一些啊 你想这糊糊的全世界啊 先是从那个地方 武汉把病毒 传行了全世界 然后呢 又倒卖这些口罩 假的这些致死架构的 这些产品 坑害人家 这真是最少 架子一样 烂透了 赚了什么呢 发的是国难菜 是黑心钱 所以说你通过这个事情 你可以看出 你再比较一下 我刚才讲到这个郭文贵 这个他的这个决心口罩 我觉得的确是彰显了 郭文贵他这个这个公司啊 团队这些 这个夏扁王彦平等 这些孩子们啊 年轻人 他们这种一举啊 值得肯定啊 那么当然了 有一些人生产口罩 这个在现在这个行情下 人家是做生意啊 是做的是合理合法的生意啊 今天看到了海外 这个海外的网站 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什么呢 讲到 说是中国现在 在这个口罩生产房里 有一个公司是 这个是发了大财 股票是暴涨啊 叫道恩股份 股份公司 道恩 那么这个公司的这个 董事长叫余晓明啊 山东人啊 说他和他的太太 叫韩丽梅 他们持有这个道恩股票啊 现在这个价格暴涨到多少呢 一百三十五亿元人民并 可见现在这个口罩生产企业 这是了不得着啊 根据网络的消息说是 他这个口罩的生产目前啊 在中国呀 这个以及全世界啊 现在卖的是非常非常火 你想在现在这个形势下 你有口罩的工厂 每天不停的生产啊 而且如果质量又好的话 这个可以这样讲吧 人家赚这个钱是 这个实实在在的 这个合理合法的钱 所以说这也是一批 这个先富起来的啊 又非常走运的 这样的民营企业家的 这个一个代表了 这个资料显示啊 说这个人是68年出生的 你很年轻啊 山东龙口人 90年代开始从此塑料行业 02年创办了道恩股份 03年啊 就是在SARS爆发期间就开始完善了叫 熔喷料的生产 所以这一次这个十多年之后 他这个企业派上用场了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企业赚了大钱啊 不仅不断 源运不断的这个向全世界 供应这个口罩啊 这个实行 这个做一些好事 同时还能获得经济收益啊 人家这才是这个名利丧手 而且是什么通过正常途径 获得这个财富啊 这一点是无可挑剔的 和上述刚才讲到 这个捷克这个不法接上啊 还有这喝了 这些这个 这个丢进了中国人的脸的 这些不法接上 橡皮胶呢 这是不可 这个通知而语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 网络消息报道说是 现在这个台湾这个口罩 生产现在也很厉害 说台湾组建的时候呢 台湾口罩国家对 这篇新闻我是从海外 看中国网站看到的啊 这篇文章讲到什么 讲到什么 这个台湾呢 现在30天内 增加60条口罩是这些 但是本人认为 这个口罩啊 现在大跃进啊 到处都组建 这个成立这个工厂的生产 这个也要防止什么 将来等到疫情结束的时候 因为疫情你肯定是个战事的 绝对不会永远这样 对口罩的需求啊 肯定也有一个将来回落的状况 将来很可能过剩啊 也不要盲目的上马 昨天我看到 川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当中 谈到美国有一家企业 他这个生产 他的生产和别人不一样 他不是生产口罩 他是把废旧口罩 一次性口罩 别人抛弃了丢掉了 他能够把它翻新 重新使用 这个工厂 我认为这个非常有前途 因为如果你翻新完以后 能够达到这个卫生标准 再次利用 这个比什么都好 你没有必要上那么多的口罩厂 我刚才已经讲到 可以预测未来 不要看现在这个疫情多么严重 没有卖不过的坎儿 人生就是这样 稀稀落落的 世界就是这样 风水轮临钻 你现在看 他的工厂生产口罩 如此赚钱 拼命的上马 你能跟两三个月以后 这个疫情被 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人们团结起来 给他们打败了 那么 这个很可能 你口罩需求就一落千丈 到那时候 你上马之后 上哪里去找客户 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那么刚才本人是 讲了几个典型 方方面就谈到了关于口罩 这个话题 那么最后还是再次想那些 这个能够就在这个危难的时候 团结起来 大公无私的 无私奉献的人们 表示一个 一种 就肯定 对那些不法的接商 像上述刚刚讲到这些人 法国难财 甚至不择手段 听而走险 这个 这些人呢 表示了我的一种 憎恶 但愿就是 我们所有的 海内外的 华裔啊 都能够 团结起来 共同的渡过难关 而伴随我们的这个武器啊 可以讲盾牌啊 那就是战事手 口罩了 这没有办法啊 这也是一个 这个新的局势下 这个出现这么一个 新的这样 一个这个武器了 它是 这个武器不是真正的盾牌 反倒是什么 薄薄的啊 小小的啊 这个 过去啊 人们从来没有 这个重视过的 真正重视过的啊 这个口罩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餐节目 这是上传的第二个啊 这个再次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